這次的日照中心的不一樣地方 我想今天我們接牌的收恩日照中心 在我們山明這個地方 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建置了一個台日先端智慧照顧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部分在台灣不要說在高雄可能在台灣都算是非常非常先進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這邊進去整個智慧照顧大樓 我們一樓的部分是提供日間照顧 那我們二樓的這個部分是提供我們所有的 今天很高興我們由市長來接牌我們高雄市第17個日間照顧中心 今天在我們的山明區收恩日照中心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振奮 因為這是我們不管是在高雄甚至在台灣算是第一個 跟日本合作先端的智慧照顧服務的示範點 那我們除了日間照顧的這些針對失能的長輩 針對這些生活照顧自理需要協助的這些長輩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三樓也有我們小規模多機能 就是我們大家常聽到很多需求的所謂採集服務的部分 那裡面的相關的一些設備 所有的生活輔據也都是 所有的生活輔據也是都是最先進的 那我們二樓的部分是有關我們照顧所有的一些重要一個紀錄 或是長輩的一些生理的狀況 健康的狀況 用藥的一些情形 血壓 心臟相關的一些生理的一些紀錄之外 同時還有我們服務的一些紀錄的一些重要的整合 那不管是未來要給醫生了解 給家屬了解 那它還針對我們人力的部分有效運用 所以我們不管是在中心裡面的工作人員的一些分派 甚至說我們居家的或是在社群型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分佈 的一些時數人力或是統整這個部分 也都有非常最進步的一些整合的方式 所以讓未來我們在運作這麼高密度人力的服務的模式時候 我們可以因為現代科技的一些方便 可以簡化我們很多的一些行政流程 簡化我們很多的一些時間的控管 跟記錄的一些複雜度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守恩 它這樣子的一個模式不但是去跟日本學習之後 又改良精進成我們台灣的一些照顧模式的一些 食物面的一些簡化跟食用 那甚至非常樂於分享給我們其他的照顧產業 跟我們其他相同的相關的一些業者和服務的中心 希望可以讓高雄我們在地的這些服務的一些模式 迎接我們的長照 馬上現在又要更升級 那有很多的部分我們希望都可以用在人力上 在財力上甚至在品質上 或是在照顧的這些整體能量的提升上 都可以吸取國際的一些精華 然後讓我們長輩可以獲得最高的朋友 所以今天也很感謝我們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也都一起來關心 因為也希望不只在三民區 我們在其他的一些區域 甚至說其他縣市的也很願意來取經的時候 也可以讓高雄的這些長輩在迎接我們高齡化非常快速的 這樣子的時間可以真的獲得很高品質的一些照顧的模式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有像收恩這樣子的一個單位 願意跟市政府來合作 在為我們高雄在地的長輩提供 這樣子貼心的跟專業的跟進步的一個模式 很高興今天做這樣子的一個接牌 那他的收費也從一萬三到一萬八不等 但是也是按照長輩自己的一些經濟狀況 剛才講經濟狀況、失能狀況 我們也會有三千五到一萬八不等的 這樣子的一個公家的補助 所以他如果是低收入戶 他就是完全都不用收費 受恩他其實是一個民間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鼓勵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就是說其實你也看了說要蓋這種大樓 要花很多錢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要鼓勵更多的 有心參與這樣子的一個服務的 民間的一個單位 他不管是企業 不管是財團 不管是NPO 那他的商業模式 跟我們的一些補助的狀況 跟家屬的這些付費的一個狀況 跟他工作人員 跟他的一些內容的規劃 的財務規劃 如果他達到一個平衡 可以永續的話 然後在這樣子的規模之內 他的品質可以堅到最高 甚至他們還有一些更可以精解 提升效率的一些管理模式 我們也很希望他建立起來 文庫分享給其他的單位 那因為畢竟這樣子的需求 還是會不斷的擴大 那所以我們很高興 這裡面最有價值的是 know how的部分 其實這個know how其實學進來 然後大家可以快速的一起提升 那我覺得人力也是很缺啊 經費也是很缺啊 但是你提供有quality的服務 這個兩個都是不可或缺啊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要找到 很有心的團隊 很有能力的團隊 然後但是對民間單位來講 他們會覺得有政府的支持 跟重視 大家可以一些合作 我想這個是我們現在 一定是全力以赴 只要大家的合作可以 產生的忠效是對長輩好的話 對我們高雄整體提升好的話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 非常非常樂見也鼓勵的 也非常謝謝秀恩 這次為我們三米區帶來一棟 這麼好的一個智慧養物大樓 一包不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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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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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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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